平板或手机也可以拍连接过来 第二个下载范例档 特别是下载的方式 我一直强调 因为很多同学对云端不熟 不用点击进去 因为一般同学说老师乱嘛 不用管他了 你就怎样 你要下载的话 直接点击这边 上面有个箭头 就点他就好 不用点进去了 因为他下载之后再解压就OK了 那答案在哪里 每一个每一个翻 你把它解出来 以后的答案都在云端白板里面 那你可以比对一下 我们第一阶段一定是在函数练习 其他后面是综合练习 有1到5类 所以往后上课的顺序一定是1 这个 那答案的话有分了两种 一种是图档式的 你可以下一页 下一页 下一页去观看 上面有个叉叉 关闭 第二个是程式码 就是你要call的 可以Ctrl C Ctrl B 那怎么Ctrl C 记得点开来 这个时候它会帮你载入 不过我比较建议 你不要在这边去做存取 因为这边复制 贴上的时候 你那个程式码会帮你断行 它好像会乱掉 所以建议可以在这边 记得程式码部分 这个 这边有叫弹出视窗 从这边处理 就比较没有问题 OK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之后上课 假如你呢 我会把你们的公式 如果你打不出来 没关系 C Ctrl C 贴上 再去比较一下 看看你哪里打错了 另外相关的程式 也会放这边 那也许最新的画面 有没有 我也把它截图 然后呢 帮你们把它mark一下 然后呢 放在这上面 至于就是程式怎么写 不知道 没关系 这边通通有 你至少你要知道 从哪里复制 贴到哪里 贴对地方 执行没错 就OK了 如果都一直跑不出来 有些细节 实在是不太一下子 能懂的话 没关系 上课我都录下了 你再去把那个部分看一下 多看几遍保证会 OK 那请各位 先帮我完成 就是下载那个 范例档的部分 另外呢 也大概了解一下 云端硬碟的使用方式 那我还蛮强烈 建议各位有空的时候 可以去使用一下 云端硬碟 因为它 真的 因为我跟Google 没有一点关系 我是觉得这东西是 还蛮 蛮不错的 基本上 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 也没什么费用问题 再来 基本上 以往要花很多钱 架server 找人家写程式 然后再维护 现在这部分的费用 都省下来 你可以专心去 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这感觉其实还蛮好的 否则的话 现在的人很辛苦 因为要学太多东西了 这个要学 那个要学 通通要学 那会变得很辛苦 最好是用对的东西 其实问题就很好解决 就怕说你一直在那边 这个学 那个学 通通学 学到最后不知道用哪一个 比较好 像动态 像网页的动态 网页技术一堆 学完之后什么都不会用 花很多时间 花很多钱 其实最重要 你就掌握要诀就可以了 其实生活会变得很从容 OK 那一样 VBA 我会跟各位讲的就是 VBA里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 真的可以用 派得上用场的 那至少你们可以 少掉很多时间 是在摸索 我觉得这个摸索 会浪费很多时间 就像你 像出国旅游也是一样 如果没有自由情 没有做功课 你每天都在乱走乱走 其实很不好玩 而且很容易迷路 但如果有人帮你 做指引的话 其实对的地方 你就走对的就好了 可以又有 又好玩 而且又不会浪费时间 又可以省车钱 好 这里的话呢 各位可以先试试看